胆固醇是一种存在于人体血管和细胞中类似脂肪的柔软复合体。 血液中的胆固醇主要来自两个方面。 我们除了靠人体肝脏的细胞来制造胆固醇,也可从食物中吸取胆固醇。 胆固醇可分为低密度胆固醇LDL和高密度胆固醇HDL。 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。 坏胆固醇将脂肪从肝脏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。 坏胆固醇会聚集在血管壁上,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血管变窄,进而阻塞。 高密度胆固醇则叫做好胆固醇。 它把体内的脂肪和坏胆固醇输送到肝脏,再由肝脏进行代谢和分解,以助疏通血管避免阻塞。 好的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胆固醇,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。 坏的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胆固醇,它能够损害我们的血管,造成心脏病。 要降低胆固醇,应该多摄取蔬菜、水果、燕麦、坚果,以及含有植物固醇的食物。 每两个新加坡成人中就有一人的胆固醇偏高或超标。 高胆固醇是导致关心病的因素之一。 Marigold HL牛奶附加植物固醇。 植物固醇已被证实能降低胆固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